未来的手机能够穿到身上吗 大家好 我是紫唐英卖 昨天华为新一代手机和苹果16 新一代手机同时发布了 苹果手机的发布会叫做 Highlight Moment 就是高光时刻 而华为叫做时刻高光 Moment Highlight 你看这两个名字 一个是高光时刻 一个是叫时刻高光 表达了不同的内涵 我个人认为华为表达了时刻 处于世界科技领先的这么一种决心 苹果当然了智能手机 苹果过去一直是领先的 这几年通过美国的 对华为的强烈的封锁打压 我认为华为的科技 昨天象征着超过了苹果 有的网友会这样问 你凭什么这样说 你华为的手机 华为的技术超过了苹果呢 首先有一些硬件软件 这些华为都是全部自力更生了 不再依靠美国了 依靠外援了 我要说的它超越美国的 有一点一个很核心的关键 大家也都能够肉眼所见 就是三折叠手机 从双折叠手机到三折叠手机 这个技术在用一个专业属语 叫做柔性电子 你看我们平时传统用的叫硬性 就是叫刚性电子 你看这个手机啊 电脑啊等等这些电子产品 都不能折叠 都不能这个卷曲啊 就是一种刚性的 纸板啊平板啊 这都是一种刚性的硬性的电子 但是呢 这个华为这个三折叠手机 从双折叠手机到三折叠手机 就表明了柔性电子 在华为手机上呢 获得了成功的运用 他这个在发布会上呢 发布人于成东吧 他就说到了 就是华为的这个三折叠手机 他不但是能正折叠还能反过来折叠 那360度都能够折叠 就说明了这个华为啊 在柔性电子和这个精密机械制造方面 获得了应该是世界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苹果手机啊 虽然它还在坚持传统的一个直板 应该从直觉上咱们分析啊 这个美国这个柔性电子 还没有达到这个实用的要求 我开始说到了 未来的手机能不能穿到身上呢 这个柔性电子啊 他就是说用了一种这个透明啊 和这个卷曲啊 这么一个底座 把各种这个金属线呢 可以放进去 那实在整个的 它可以形成一个 就是一个可弯曲折叠的这么一个平板 现在叫做什么薄膜材料吧 很多的这个 你想这个泥酸锂啊 像鸭电陶瓷似的都用这种材料啊 鸭电都可以做成薄膜 你比如说了一个激光器 激光器现在都是一个 这个刚性的硬性的一个部件 但是未来的激光器那现在已经有的激光器啊 都能够做成这个一个可折叠的一个很薄的底座上了 叫柔性电路板啊 将来的这个柔性的这个电子啊 它都能够将来带到手腕上啊 现在有的科幻电影啊 都已经开始这个转现了 那一个手机 它一个柔性的手机 现在它是个折叠的 将来呢 它一个平面可能卷曲 很薄呢 它就可以挂到手腕上 或者是穿到衣服上 叫做可穿戴电子 这个技术就不得了了 那这种柔性电子啊 将来不但体积小啊 耗能少啊 同时呢 携带非常的方便 穿到身上 那你将来对这个军事作战啊 军事指挥啊 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家现在也都看到了 现在这个作战指挥啊 所运用的这些操作电脑屏幕啊 还都是一种这个 通过传统的这种刚性电子啊 制作出来的一种硬件的产品 虽然现在啊 经过电子科技的一步步的 这个摩尔定律啊 不断的推进啊 大大的缩小了 你想计算机最早的时候 50年代初啊 或者40年代中期的时候啊 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计算机几间房子打 性能呢 还非常低 但是呢 你看现在这个一个计算机 可以在一个芯片里 非常的小 这说明了电子技术的 不断的创新进步啊 特别是这个柔性电子 华为9月10号啊 公布的这个三折叠手机 实际上是柔性电子 这种世界一流的科技啊 在中国的成功的应用和制造 象征着世界的最高水平啊 希望各位网友冷静的看待 咱们中国科技啊 正在迅速超越美国啊 当然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面呢 是不入美国的科技 有一些领域啊 还得向美国学习 但是呢 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科技的快速的进步 除了这个导弹领域啊 这个激光武器领域啊 下几期啊 讲讲中国这个激光武器的进步啊 它实际上都是电子科技的进步 你想花为这个三折叠手机 它就是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是柔性电子啊 柔性电子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将来对我们作战啊 作战的那个平板啊 将来啊 可能就在身上可穿戴嘛 在十年前 甚至五年前还都是科幻的 有一个电视机可以卷起来 带走啊 像一张纸似的 这个目前的这个电视 已经是越来越薄 从比墙还厚的一个物体 现在呢 已经到了一个很薄的一个屏幕了 将来就是一张可折叠啊 可卷起来的这么一个物品了 那叫做柔性电子 将来我们的作战啊 好多这个显示平板啊 操作的平板啊 都可以穿到身上去啊 那就方便多了 不需要在作战的时候 或者是你这个长途旅游的时候 带着很重的这个电子仪器了 所以说啊 华为昨天啊 所展示的这个三折叠手机啊 象征着又一项中国科技的领域啊 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啊 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啊 就是柔性电子 所以说 华为三折叠手机啊 虽然很多网友啊 对这个三折叠手机啊 可能太重啊 太大啊 展开像个平板似的啊 可能呢 就是没有单折叠手机的时候 这个轻变啊 但是呢 我相信啊 华为很快呢 会把这个三折叠手机的这个重量 会大大的减轻 因为这个柔性电子啊 正在这个快速的进步啊 随着我们这个很多新型的材料啊 特别是轻量化的材料的 加快的运用啊 我想这个华为将来的三折叠手机 会非常的轻 就像一张纸似的 完了以后 你再卷曲啊 你再把它折叠啊 就非常的轻 拿在手里啊 将来是非常的轻的 这个呢 呃 期望各位网友期待着中国的这个华为的更新一代的手机 更轻量的手机啊 尽快的卫视 因为华为是呢 时刻高光 Moment Highlight 而苹果呢 是叫做高光时刻 Highlight Moment 这个英文呢 两个发布会上 两个词非常的接近 但是呢 反映了这个华为啊 将来要一直领先吧 叫时刻高光 时刻领先 世界科技的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 好 谢谢大家